骨盆没立住 是不是啊 骨盆没立住 你的腰一直是弯着的挺着的 它能不疼吗 腰筋能不老损吗 你骨盆立直了 腰本身就会变得更直更轻松 再说膝盖 为什么很多人膝盖不好 就因为宽关节跟骨盆啊 大腿跟骨盆 这个宽关节连接的位置 没意识 所有的蹲都只用了 吸去身去身 这个宽一点意识都没有 所以该宽承担的一半任务 全部都拿膝盖去承担了 你的膝盖能好吗 是不是啊 所以啊 所以这个正确的方法 不仅仅是让我们变得好看 更让我们在舞蹈的过程中 更安全更健康 手臂了 上身甲了好长时间 腿 腿其实简单一带而过 上身 上身手臂 来同学们 跟着我一起 刚才其实咱们在说 身体的挺拔 我说到了一个 斩肩 咱们跟着一二三 是吧 胯 腰背 当你背去立的时候 你不能还抠着肩 是不是 背立的时候 肩膀就要斩了 因为至少你胸要平展开 就不算 不说去挺了 至少你平展开的时候 肩膀也要有舒展延伸 那么 这一点已经说明什么 已经说明咱们在提沉的过程中 手臂 如果要有向上的动作 那么应该是 我们如果查一二三四四盘 手臂应该是第三盘来的 你们看我做一个动作 看我啊 传下去 看一二三 是不是啊 最终到我们的手上延伸 今天不讲手臂本身啊 什么大臂小臂手 这个三 三大截 大三截连动 这个先不讲 我们今天重点讲 身体跟手臂的连接 也就是肩关节的控制 很多同学跳舞啊 那肩关节显得特别灵活 为什么特别灵活 因为你的肩 带偿了身体所有的动作 本身是身体应该有 看 为什么显得肩这么灵活呢 因为本身你身体该有的旋转 全部吃掉了 全靠肩一个人在这转 那么身体上下 看身体本来应该有一个降落体体 全没了 全成了 就感觉就个肩在动 所以同学们 把身体做充分 手臂尽量的不主动 肩关节尽量的不那么主动啊 来跟我一起 双手垂在下面 垂在下面 我们两腿分开吧 做一个沉啊 从沉到蹄的一个变化 我们这个动作 就假设它是 拎上去延伸 同学们 当你们看到这个动作的时候 很容易就直腰举手 千万别做成这样 我们的身体 要做一个向上的延伸 记住啊 一定是要有一套传导的 首先这个传导 你要往下沉 你要往上顶 是不是 身体上下对抗 上下对抗 这个力量出来 那么向上的对抗 它就能联动到什么 联动到你的肩膀 同学们 双手跟我一样 摸在腿上啊 咱们给它一个固定 还记得刚才说这个头嘛 起来的时候 我们不能 就跟着轻松的起 要有一个拽着的力 去拽起来 这样才会有质感 那么双手一样 我们摸在腿上 不要 一走身子 哎就抬手 这样太虚了啊 这样是错的 我们找到摸着自己膝盖吧 找到 手臂不动 但用身体的劲 把你的手臂再往上拔 来找到它 准备 走 提 用身体的力 把你的手从膝盖拔到大腿上啊 准备 走 提 肩膀展开就够了 走 提 找到这种阻力感 你甚至可以抓着你的裤子 提 找到这种阻力感啊 提 走 提 抓着你腿上的肉 这是阻力感 一定要在身体起的过程中 手臂滞后 手臂不要先起 手臂不要主动啊 好 那么我们一二三的时候 三的时候 也就是身体在起的时候 刚才是被自下而上拔起来 手臂本身没联动 只是被动拖走 是不是啊 以身带手 手臂完全不主动 那么现在我们让手臂力量传递下来啊 也就从你的 看 从腰背 哎 到背的时候 通过肩就传递到了大臂 我们看一下啊 看我侧身 看 找这个感觉 手臂还是松的 还是垂着的 但是一定要让 哎 这个力量 传递到你的大臂上来 准备 我侧身站啊 你们就看我这个手臂 跟我一起 准备 走 哎 不起手 让手揽着 走 起 若以身带手 天天天天天天天听老师说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以身带手是吧 提手 拖着 哎感觉是不容易的被拔起来的 被拔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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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会儿再建立一个什么 统统们 大臂与身体之间的关联性 有意识的控制感啊 再来 走 拔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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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手放在两侧 拔起来 走 拔起来 走 拔起来 首先是被拖动是吧 被动起 最后稍微的传递一点传递到大地 撑起 自己 manages